随着中国男子混接夺冠 徐家瑜终于在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迎来了首枚金牌 2012年徐家瑜首次参加奥运会出出茅庐 2016年已经有世界级水准的徐家瑜遗憾收获银牌 上届东京奥运会再次只获得一枚银牌 本次比赛获得两赢后终于与队友一起圆梦 28岁的徐家瑜成为了新的奥运冠军 徐家瑜表示他还要在下届突破个人单向 对 我希望我下一届我自己有所突破 我突破单向速接力 你突破也会帮助大家一块突破 我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就是 就我还想说一下就是 我在那个美国队选拔赛的期间 我看了莫菲的技术启发了我 我原样的技术现在已经磨合到了一个 我认为比较顶尖的一个行列 不然最后一天其实大家都没力气 我为什么还能游到52秒3 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突破 那下次可以在单向上使用了 心态做好一定可以 本期DIA 是